城市化的快速进程 对居住和商用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 大量工业企业因新的城市规划而退出了发展的舞台 但其残留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 则成为当今土壤修复过程中严峻的问题 如何解决人口建筑物密集区的污染场地修复 如何在短时间内达到处理效果并完成修复工程 如何处理深层污染区各种有机污染的修复 如何降低修复过程中粉尘、恶臭等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为此,上海格黎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率先引进了被誉为有机污染土壤修复的终极武器 当今国际最先进的全然热修复技术 革命性地突破了传统热修复技术当中 所存在的几大障碍 使得我们在热源选择定向加热以及尾气处理方面 朝着更节能、更高效、全程控制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进行 所以全然热修复技术是当今世界最科学、最先进的土壤热修复处理技术之一 首先,全然热修复在热源的选择上通过对燃烧器的升级改造 突破了原理设计上只能采用天然气或者液化石油气的限制 可以替代石油、柴油、可可油等更容易获取和风险更小的燃料来进行加热 新型管材的使用同样大幅度地提高了保温和能效 并实现了污染区域的定向加热 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高超的安装技术 使得全过程加热在封闭环路中进行 严格杜绝了过程中废气外泄 尾气和废水处理的精细化设计和相应配套设备 使得全然热修复技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程控制的安全修复 迄今为止,作为一项成熟的技术 全然热修复工艺已经成功地应用于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变电站,古建筑地下室,矿山和油田等土壤修复工程中 其第一个项目也正式在中国落地 目前,格黎曼中国的技术团队正与国际顶级土壤修复专家们一起 在新的绿色能源的使用,更集约化的一体化装备,新材料的使用等方面共同研发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格黎曼的全然热修复必将开启中国土壤修复新的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같别扭受了 居民 爽 。